因為開發就要提出抗告 接下來就要來審理 這當中的動作 議員尤淑慧就指出了 當年就是有鼎月開發 飆下了金華城的土地 高達三百多億 但接下來兩年後過戶 這兩年間 其實整個容積案 都是由金華城公司 來申請相關的獎勵 之一這就是刻意 由沈慶晉跟豬雅虎 為了日後能夠脫罪 刻意設下的斷點 這下子包括了鼎月就說 這一切的違規 都不是我們申請 是金華城的錯 但是律師提醒了 不管這是誰身上 只要是所有的犯罪所得 本來就可以依法對他扣押 北檢成功扣押金華城土地 忠實化和此公司 鼎月開發不願坐以待毙 17號召開記者會 大張旗鼓揚言抗告 北院也預計 21號分案審理 不過明代之一 鼎月開發 膽敢公開和北檢護槓 就是因為當年申請容積率 早有佈局 有哪一家公司 買了一塊土地三百多億 然後放在那邊兩年不過戶 而這兩年中間居然讓前地主 拿去申請都市計畫變更 他自己為什麼不去申請呢 是不是當年已經設定好一個 可歌可泣的對象 要被犧牲的對象 現在看來就是金華城公司 原來2019年頂月開發 以三百七十二億搶下金華城標案 卻等到二零二一年土地 才真正完成過戶 而中間這兩年 卻由金華城公司 繼續與所有權人名義 向市府申請容積獎勵 等到幾年全面清查容積率 必案時 頂月開發卻企圖切割 神清金等人是否早在當年 就知道容積率可能出問題 率先設下斷點 還有待檢方釐清 而面對頂月開發強勢抗告 法界也分析 拿回金華城土地 機會渺茫 如果微發取得容積獎勵的犯罪所得 本來就可以扣押 不管這個犯罪所得 現在在何人身上 對檢方來說 金華城土地是犯罪所得 這點毋庸置疑 究竟當年頂月和金華城公司 打著什麼盤算 集團主席沈慶金 恐怕很難 不知情 現在休息一下 我們有台北報導